我們看這題目 如果A大於0 式化簡下類個式 首先我們看第一小題 我們這原式 這等於 這是根號A 也就是A的二分之一次方 然後去乘以三次根號A 也就是A的三分之一次方 再乘以五次根號A 這是A的五分之一次方 這是同底數 所以相乘是指數相加 因此這是A的 這次方是二分之一 加三分之一 加五分之一 我們經過計算 二分之一 加三分之一 加五分之一 這會等於三十分之三十一 因此我們第一小題的答案為 A的三十分之三十一 這個答案 接著我們看第二小題 要畫減這個式子 那麼我們原式 這等於 三次根號A的二次方 那麼我們可以把它寫成是 這是A的三分之二次方 那麼去乘以 這是根號 然後裡面是三次根號A的五次方 那根號呢 這是二分之一次方 我們先把它寫好 然後三次根號A的五次方 這是A的 這是三分之五次方 那麼去乘以根號A 這是A的二分之一次方 那麼這時候 這次方要相乘 所以呢我們寫成 這是A的三分之二次方 去乘以 這是A的 這是六分之五次方 然後去乘以 這是A的二分之一次方 那麼這時候 這是同底數 所以相乘呢 這是指數相加 所以這是等於 這是A的次方是 三分之二 加六分之五 加二分之一 那麼我們經過計算 這三分之二 加六分之五 加二分之一 這會等於 六分之十二 那麼也就是二 因此呢 我們第二小題 答案就是 A的二次方 這個答案 好 接著我們看 第三小題 那麼我們先清除一下畫面 第三小題 要畫減這個式子 好 那麼在這裡 我們把它分成分子 跟分母 來處理 首先 分子的部分 這個根號 這是二分之一次方 我們先把它寫下來 好 那麼這裡面 這是A的三分之二次方 去乘以 這是根號 A的負三次方 那麼我們把它寫成是 A的 負的二分之三次方 好 那麼這時候 這是同體數 所以相乘呢 是指數相加 所以這裡 我們把它寫成是 A的 這是三分之二 去加上 負的二分之三 那麼也就是 減二分之三 然後這次方 好 那麼這時候 括號 這裡呢 有二分之一次方 好 那麼這等於 這次方 三分之二 減 二分之三 那麼我們把它寫成是 這是 六分之四 減掉 六分之九 所以呢我們得到 這是 A的 負 六分之五 此方 那麼外面呢 還有二分之一此方 這時候 此方相乘 所以呢我們得到 這是 A的 負 十二分之五 此方 好 接著 這分母的部分 好 那麼這等於 這外面呢 根號 我們把它寫成是 二分之一此方 好 那麼這是 三次根號 A的 負二次方 我們把它寫成是 A的 負 三分之二 此方 好 那麼去乘以 這是根號 A的三次方 我們把它寫成是 這是A的 二分之三 此方 好 那麼這相乘 因為是同底數 所以相乘呢 這是指數相加 因此呢我們得到 這是 A的 這次方是 負的 三分之二 然後加上 二分之三 然後括號 這是二分之一次方 好 那麼這等於 這次方 負的三分之二 加二分之三 那麼我們可以把它寫成是 這是負的 六分之四 去加上 這是 六分之九 所以呢 用六分之九 去減掉六分之四 我們得到六分之五 因此呢 這括號裡面 這是A的 這是 六分之五 此方 好 那這時候 括號 這裡還有二分之一 此方 因此呢 這時候 此方相乘 我們得到 這是A的 這是十二分之五 此方 原式呢 是 用分子 去除以分母 所以呢 這等於 我們用 A的 負 十二分之五 此方 去除以 這是 A的 十二分之五 此方 好 那這時候 這是同體數 所以呢 相除 這是指數相減 所以呢 我們得到 這等於 A的 這是負 十二分之五 此方 這減掉 這裡是十二分之五 此方 所以這裡是減十二分之五 因此呢 我們得到 這等於 這是A的 這是 負的 十二分之十 此方 那麼也就是 A的 負 六分之五 此方 這一個答案 接著我們看 第四小題 那麼我們先清除一下畫面 第四小題 我們原式 這等於 這八分之二七 過號的 負 三分之二四方 好 那麼這時候 我們把八分之二七 寫成是 二分之三 括號的三四方 好 那麼外面 這裡再取 這是負的 三分之二 此方 好 這時候 這次方 是相乘的 所以呢我們得到 這是二分之三 括號的 這三乘以負的三分之二 這是負二 然後這次方 好 那麼 二分之三 括號的負二次方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是 這是 二分之三 括號的二次方 然後取倒數 所以這時候 二分三 括號的二次方 這是四分之九 那麼 四分之九 取倒數 那麼我們答案就是 九分之四 再一個答案